台南市警局去年內部機查發現原本任職在歸人分局交通分隊的增性警員等三名員警 涉嫌不當調閱民眾的個人資料來非法提供給當鋪業者 台南地檢署偵訊搜索之後向法院申請增性員警跟翁姓業者積壓獲准 台南市警局也火速計兩大過免值 檢防指揮偵辦兵分多路前往三方分局等地搜索 調閱相關券證並且將徵信等三名員警以及翁姓的當鋪業者帶回徵訊 檢警調查後發現徵信員警以每筆資料收取三千到一萬多元不等的酬金 目前已查出經手調閱四十到五十筆的資料 付法獲利約兩萬五千元 徵訊後向法院申壓 消息已傳出分局內的員警私下議論紛紛 沒想到年約三十歲的徵信員警 竟然會涉犯非法提供個資 而法院裁定收押之後警方也火速將徵信員警免值 檢方表示目前案件還在追查另外兩名員警在詢問之後請回還要追查有無其他員警射入以及泄密的範圍記者文贈報道 喇召 喇召 喇 喇